如果你覺得剛剛那些現場還不夠好 我們這裡還有什麼 免費的 也就是這些是保留原始檔 比如是PSD 或者是Ellustrator的 這種原始格式 你就從這邊直接下載就好了 好你看喔 我用新分頁打開好了 有沒有All free download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什麼 免費的向量 Vector就是向量的 向量的 照片的 網頁的範本 也沒有PSD PSD就是我們一般Photoshop的原始格式 Photoshop原始格式 也有免費的字型 還有什麼 素材 所以 只有一個問題啦 你打中文看不懂 就是你要打英文的 那他也都會有做好分門別類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滑過來 有沒有Christmas 等一下去 有沒有看到很多 所以你知道這樣 你知道 設計器很難活下去了吧 如果他沒有辦法做出自己的特色 那你只能被淹沒在這裡面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 你會找東西 是不是真的不一樣 好我們點進來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這個就是 這個是他的廣告喔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free download 這些網站通常他們都會跟什麼 跟付費的在一起啦 因為他也需要活下去嘛 所以他可能就是你找到某些時候會推薦你 我現在沒有付費的喔 會比較 可能看起來比較漂亮的啦 那就看你要不要嘛 這樣 了解 好我就從這邊下載一下 原則上英文看一下 license 有沒有看到可以怎麼樣 他這邊沒有用那個我們剛講的創用CC的 可是有看到free for commercial 有沒有 可以商業使用對不對 所以你就比較放心一點 好比較放心一點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下載 來 我最喜歡這一種的你知道嗎 不要再問我你的名字 因為有沒有直接就下載了 不用註冊不是比較方便嗎 雖然我們也有交過拋棄式的 總是要多一層嘛 如果你都不要問我名字 我也很高興使用啊 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啦所以 其實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就找到好多的素材 不要只會局限在什麼 就是他給你的範本 因為他給你的範本還是有一定的限制 對不對 一定限制你只是說我先選一個比較接近的而已 好那你看我們進來這裡 跑去哪裡 在下面嗎 在哪邊 剛剛那個 free i 我好像下載到icon的部分 我好像下載icon的部分 我應該要找 不是圖示的 因為這個圖示 我們在用會比較不好用 我們找 其他的 像這邊 就是你可以 找PSD也可以 或是一些素材 這些有一些都是已經 設計好的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用 這個是稍微補充一下 好 好嗎 好嗎 有